词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太阳说 我爱你 你的爱 给了我 温暖和快乐 你的爱 给了我 勇气的力量 我要对你 大声的呼喊 我爱你 我要对你大声的呼喊 海浪流 我是蜜蜂 你是奔养我的鲜花 我是青蛙 你是收留我的祈祷 我是星星 你是陪伴我的月亮 我是推幻 你是照耀我的太阳 你的爱 给了我 温暖和快乐 你的爱 给了我 勇气的力量 我要对你大声的呼喊 我爱你 我要对你大声的呼喊 爱了你 智慧树上 智慧国 智慧树下 你和我 智慧树前 做游戏 欢乐多又多 小朋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 智慧树乐园 耶 小小小 嘿 我是卡卡 啦啦啦啦啦啦 我爱做手工 啦啦啦啦啦啦 一起做手工 做手工的时间到了 快来吧 我们来了 想知道今天要做什么可玩的小小作品吗 让我来告诉你们吧 手工作品 蜘蛛风铃 手工老师蔡维婷 来自北京军区机关幼儿人 大家好 我是蔡霞老师 欢迎我们的蔡霞老师 欢迎您 欢迎 那今天和我们一起做手工的还有天天小朋友和他的爸爸 大家好 我叫天天就是我的爸爸 大家好 欢迎你们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今天的手工作品是不是很棒呢 大家想来学吗 别着急 在学做手工作品之前 我们还是先在自己的周围寻找一下所需要的材料吧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快点准备好 好的 材料已经找好了 接下来要活动我们的手指了 让我们一起说 十指不是胖胖 十指周指定楼 总来剪刀剪 我的手指好灵活 好 手指已经活动开了 蔡霞老师赶快教我们怎么做吧 首先 我们要来制作蜘蛇 我们用到这个了 听听小朋友 我们问你这是什么呀 瓶子 对了 听听真好命 就是瓶子 我们需要用剪刀 在瓶子的这个位置 剪开 好 这个步骤呢 要用到剪刀了 小朋友要注意安全 当然剪这个瓶子呢 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说有点困难 也可以请大朋友来帮助你们完成啊 一定要注意安全 当然剪完的这个瓶子的边缘呢 也是有点拉手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哦 剪好以后就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们来做蜘蛛的腿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看了老师考考你们 蜘蛛有几条腿呀 蜘蛛有八条腿 对了 非常棒 蜘蛛有八条腿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剪出八根长条来做蜘蛛的腿 就像老师这样 小朋友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 剪好以后就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们来折蜘蛛的腿 像老师这样来折 先向上折 我们可以比着 这样长度就是一样的了 这样蜘蛛的腿就折好了 下面呢 我们来做蜘蛛的眼睛 我要用到这个了 天天 你认识这是什么吗 小绒球 对了 答对了 就是小绒球 接下来我们把小圆片粘在小绒球上 然后我们把小绒球粘到这个位置 哎呀 抓好了 为了让蜘蛛更加的漂亮 蔡莱老师还准备了一些中式物 我们也把它针上吧 好了 这样我的蜘蛛就做好了 是不是特别好玩呢 下面我们就要来制作蜂铃了 我们需要用到锥子 这个步骤呢 我们会用到锥子 那小朋友们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最好请你们的爸爸妈妈来帮助你们 我们在瓶盖的这个位置 穿油孔 为了让蜘蛛风凉更加漂亮 老师还准备了一些装饰物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快来看看吧 你们认识这是什么吗 纸片 铃铛 对 答对了 我们用细线把它穿起来吧 在这个位置打一个结 好的 小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来选择一些东西装饰这个风铃 当然了 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非旧物品 可以把它再利用起来 像是这个瓶盖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东西都可以啊 好了 我的车好了 是不是很漂亮呀 我用同样的方法还做了好多个 那蔡夏老师 我们怎样才能把这些风铃给挖起来呢 这个不用担心 我们需要用到这个 天天小朋友哦 这是什么呀 纸盘子 对了 就是纸盘子 我们在纸盘的中间和周围打上一些孔 然后我们把这些风铃固定在纸盘上吧 我们需要在这里打一个结 我们把这个大的铃固定在纸盘中间 这样我们的蜘蛛风铃就做好了 是不是很漂亮呀 我都做好了 你们都做好了吗 我们也做好了 一起来看一下吧 好 首先来看一看我做的这个水母风铃怎么样 哇 好漂亮啊 栩栩如生吧 非常地好看 绿颜色的水母是不是 小小小 来看我做的这个是八条腿的章鱼章鱼风铃 哇 也很漂亮啊 装饰了一个蝴蝶结 对 装饰的非常棒啊 好 来看小朋友做的吧 来 拿起来给我们展示一下 哇 做的也很棒 天天你做的是什么小动物风铃啊 它是什么动物呢 是什么 蜘蛛的 蜘蛛风铃 对 蜘蛛风铃非常棒啊 和爸爸一起做的真棒 好的 我们大家都已经学会了今天的手工作品 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有什么学会呢 哇 蜘蛛也学会了 让我们再来做一遍吧 第一步 用矿泉水瓶制作蜘蛛 并给蜘蛛粘上眼睛和装饰物 第二步 用细线把蜘蛛 铃铛 卡片穿在一起 第三步 把做好的风铃按在纸盘的四周 并在纸盘的中间挂上大铃铛 这样漂亮的蜘蛛风铃就做好了 这是我用颜料瓶做的小蜘蛛风铃 你们看 好看吗 这是我用瓶子做的小兔子风铃 你们喜欢吗 你们看 这是我用瓶子做的小蜘蛛风铃 它很爱吗 这是我用颜料瓶子做的小蜘蛛风铃 你们看 好看吗 这是我用瓶子做的蜘蛛风铃 你们看漂亮吗 送给你们的 我们的都做好了 谢谢 好 我们都学会了 今天真的需要谢谢我们的蔡蔡老师 是的 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说说我们的口号 一起说 十指五指胖胖 十指中指并楼 做完键刀剪 我的手指好灵魂 小朋友们 再见 小朋友们 你们的家里是不是也有很多废旧的直卷筒呢 在下期节目中 我们要用这些废旧的直卷筒做漂亮的创艺术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 就和我们一起做吧 我是大哥 我是摩尔 大哥 摩尔 大哥和摩尔 文具安全 大哥 大哥 我们来玩个九九乘法屌的游戏好不好呀 大哥最喜欢玩游戏了 这样我们让电视机前的小朋友来出题好不好 好的 我先来回答 好的 摩尔 你听好了 我要问问题了 一三 得三 二四吧 得八 该我了 该我了 小朋友 快给我提问吧 一二 得几个 得二 三三吧 三三 五三三 大哥 又是三个三加在一起 又是九啊 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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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快走吧 回去看看 咯咯咯咯咯咯 千语小股东来了 快看 小股东带了好多新的文具呢 快来看看有什么呀 好 尺子 这个是什么 小股东 对了 还有哦 咯咯咯咯咯 这是小股东 对呀 你看 好漂亮啊 这有什么呀 有小糖果 嗯 还有小蛋糕 啊 好香好香啊 看看 还有这个 这个是什么呀 草莓皮器人 好像 好想吃一口 鸡鸡鸡鸡 嗯 怎么了 好漂亮的文具 小朋友 我要考考你们 你们发现什么问题了吗 文具不能放在嘴巴里 是的 你们太棒了 不能把橡皮放到嘴里哟 嗯 这尺子像什么呢 嗯 它好像一口 小股东 我们一起玩吧 鸡鸡 这玩的高兴呢 为什么很停 小朋友们 问题来了 我们能不能拿尺子玩游戏呢 不能拿尺子玩游戏 是的 你们太棒了 我个东西 我们带来点橡皮米吧 好 好了 小股东都装好了 可爱吧 嗯 天忆 就玩一会吧 好 这是之前的小朋友们 当我们画画画和练乱橡皮铃 我们该怎么做呢 收拾桌子 洗洗手 对了 天一 我们把这些都收起来 就去洗手吧 好 小裤都收拾好了 好 太棒了 我们把它放在这 走了 可以去洗手咯 搓搓搓 搓搓搓搓 小手变得很严静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都学到了什么呢 知道 就和我们一起唱吧 用文具 要注意 不要放到嘴巴里 不拿尺子玩游戏 用玩洗手 要牢记 玩具不能放到嘴巴里 不能拿尺子玩游戏 就在艺人画画之后要记得起手 我是道哥 还有我 我是摩尔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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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哇 雪下的好大 小胖们 让我们一起来扫雪吧 一起来 红包包 我也来了 嗨 美鳍们 一起来扫雪吧 一起来 咱们一下 蜂蜜爱 《骗》 还有我们一起去 三好多 好漂亮 我们一起来 出国 美鳍们 拍摄雪 我们一起来 我们一起来 小朋友 快点来和我一起玩吧 小朋友快来起来 我们很高兴 小朋友们来起来 我们很高兴 小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绿泡泡 大家好 我是这最爱的小孤冬 我是你们的朋友 我叫灵灵 我能接着要画 看视频 看视频 看微博 小孤冬好高兴 好高兴啊 小孤冬 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高兴了 因为今天我们要给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公布幸运小观众的名单了 对呀 对呀 那又是哪些小朋友 成为了我们的幸运小观众呢 小朋友们一定也很好奇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的好朋友 灵灵灵灵灶来告诉我们吧 好的 一只小 linguistic distinctive 南京市西城区杨岳岩,上海市松江区黄新瑞, 雕中省南京市张书涵, 河北省廊坊市邱国文, 北京市大京区总瑞阳, 河北省廊坊市宁家园, 山东省秘国市刘亦香, 辽宁省景州市刘亦远, 北京市西城区李轩宜, 江苏省南京市叶小雅, 哇,太棒了,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在今天的乔厂手里, 我们又一起做了一个好玩的手工作品, 有没有和我们一起动手来制作呢, 千万别忘了, 把你自己做的手工作品拍成照片寄给我们, 凡是来新的小朋友, 都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精美礼物, 电视机前的你, 千万不要犹豫, 赶快行动起来吧, 知道这么联系我们吗, 和我们一起唱起来吧, 发条微博和我一起分享吧, 爱唱话, 穿着照片和我一起分享吧, 爱唱话, 拍段视频画像图画记给我, 即行定制一定要记忆哦, 要记忆哦, 北京新的西米饭到新香, 压得冰箱, 只会树在木骨东上, 木骨东上, 有只变满, 吃下里里里, 咱啦啦啦啦, 小朋友快点来新宝, 快点来新宝, 小朋友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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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晴大 在晴大